回到30...30秒前嗎 對 但是我想 台灣魔術是比較厲害 我知道輕輕的彈一下 時間會回復到一分鐘前 OK 你還記得一分鐘前的畫面是怎樣嗎 你看我輕輕的彈一下 一分鐘前的畫面 仔細看清楚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一分鐘前的畫面 什麼意思啊 四個音笔都在 四張牌下面嗎 我跟你講你們金馬獎 應該早上去表演 不用花300萬嘛 那個比那日本人還厲害 這麼近的距離 都沒有辦法看出來 他怎麼變的 怎麼會 是不是 你看出來嗎 就好 OK 我看不出來 OK 接下來 這四枚硬幣我要跟 因為剛剛都是我自己在桌面上 所以說 三位主持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在上面動了什麼手腳 不會 不會 我們是覺得你厲害 真的嗎 要動手腳 對 好 OK 所以接下來 我會跟三位主持人來配合 四枚硬幣 你還要再檢查嗎 不用不用 應該不需要嗎 可以可以 OK 首先要糊弄我們的下場 不要 不要小心 OK 四枚硬幣二 屈哥手可不可以借我一下 屈哥 四枚硬幣 OK 四枚硬幣 我把它丟過來 輕一下 晃一下 低枚硬幣會跑去 怎麼會這樣 太快了 我看青馬會不會太快 太快 再慢一點 鴻哥 這次換鴻哥好不好 我動作做慢一點 我的左手呢 我放著三枚硬幣 有看到嗎 我的右手一枚 OK 丟下來 放在這個位置 仔細看好 看一下鴻哥手上是不是有兩枚硬幣 天啊 知道我厲害了吧 一個變兩個 知道了吧 丟翰臉對女魔術師萌放電啦 你看好 左手兩枚 右手兩枚丟下來 來 康哥手借一下 看好 OK 最後一刻會比較困難 來 屈哥幫我拿著 最後一個比較困難 我請 放在這個位置 最後一個是最困難的部分 仔細看好 我用吹的 屈哥打開看一下 好可怕 屈哥握緊啊 有 好厲害 我想你可不可以 變台幣啊 好不好 多變幾個 OK 你再變一次 這四個變到我身上 我感受一下好了 怎麼樣離 兩個變成四個 你握得這麼緊 來 小胖 看你來 好 來 快快快 是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她的迷你群會不會變錯 不會吧 應該是不會吧 我只要她的眼睛往上去 OK 左手兩枚硬幣 右手兩枚硬幣 丟下來 可以 小胖來 嗯 怎麼會這樣 來 OK 有東西從來就掉下來耶 握緊 握緊 八個握緊 握緊 很緊喔 三枚硬幣 一枚硬幣 只是看好 雙手一起握 是枚不及 只有感覺嗎 欸 不是耶 真的四枚 現在大家都怕這個硬幣嗎 好可怕耶 其實大家檢查過 這個硬幣是普通的硬幣 只是透過魔術式的巧手之下 才產生出不可思議的效果 是是是是 對 我可以看一下你手嗎 你剛剛手邊掉下來的耶 嗯 奇怪嘛 很恐怖 那個我們現在去行天宮走一下 好厲害喔 這招是你自己發明的嗎 還是也是從國外學回來的 都有 就算是可能國外有看過類似的表演 然後會稍微改良一下 都用自己的風格去呈現的 有老師教嗎 嗯 OK 聽說 你曾經練習的時候被鎖在箱子裡 是怎樣一個狀況 你是惹到誰了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某一天呢 就是Poker 他買了一組新的道具 類似逃脫大師胡迪尼的那種箱子 可以逃脫的 有一天我趁他不在的時候 因為他新買的道具很新奇 大家沒有看過 有一天我趁他不在的時候 我想說玩一下 結果我就爬到箱子裡面 我想試試看 我可不可以躲進去 因為我身材跟他不一樣 我想試試看我可不可以躲進去 結果 我一躲進去以後 一蹲下去 砰 那個蓋子就關起來 然後一關起來以後 他那個鎖是 就自動反鎖 自動反鎖 然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於是我在裡面 我拿著手機到處找人求救 可是沒有用 沒有用你知道為什麼嗎 說不到句話 因為我所有的朋友過來找我 是 沒有鑰匙 為什麼 因為鑰匙在我手上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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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只好叫索將來幫忙 好糗喔 這算是蠻糗的一件事 Weaver的轉移大法 把現場來賓 虎得一愣一愣的 他的手法有如鬼魅般的 萊塢影去湖中 實在是太恐怖了 接下來是視覺性念力超男者 Jeff 他要表演什麼髮戲呢 我要表演的東西 非常的生活化 什麼生活化的東西呢 就是你隨所渴的東西 或是常常看得到的東西 叫做生活化 比如說這一隻叉子有沒有 哎唷 喔 叉子 大家如果看過特異功能 裡面有攤齒的彎曲 看過吧 看過 電視上常常有這種表演 注意看 可是你們有這麼近的距離看過嗎 沒有對不對 沒有 注意看 這隻叉子裡面 會產生不可思議的變化 注意看喔 開始 變長 這是玩具啦 好爛喔 這個是要送給你的 這是見面的 真的喔 好酷喔 我真的要表演的是這個攤齒 請曲大哥幫我檢查 這一隻攤齒上面呢 有沒有磁鐵或是任何的機關 我跟你講再變長就戳囉 很正常啊 這個很正常 好 接著呢我這裡有一個畫板 這個畫板呢是記錄這一隻攤齒的外型輪廓 是是是可以 好 接著請曲大哥在這個畫板上面呢 做個記號 簽上你的大名 曲哥簡單簽簽就好了 對 它很大很大 讓大家看清楚 謝謝 然後接著呢我翻到後面啦 來 等一下 給觀眾看一下 看一下 不要急的變 OK 這個是曲大哥的簽名 是 然後接著呢我翻到後面啦 來 請書蒙大哥 一到一百給我一組數字 一組啊 對 一到一百 一到一百 那就九十九 九十九 我在後面呢 寫上九十九 嗯 這些動作呢都只是為了 證明說我不會把這張紙換掉 因為上面有你們的簽名 還有你任意說出來的一組數字 沒錯吧 沒錯 接下來請示 看大哥你把這個畫紙呢 蓋起來才讓任何人看到 那我之所以會給你一隻叉子呢 就是只要有人接近你 繃住他 可以嗎 神奇不可思議的事情 即將發生 有 有 真的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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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哇塞 還好吧 魔術师学那个什么轮 玩魔术法妹妹啊 放忙 接下来我说过 这画质上面呢 是几乎这一根 汤匙的外形与路过 请看大哥把这个画质 打开给大家看 给摄影机 给摄影机看 打开 打开啊 没错 翻过来的 没错 打开给摄影机看 会 这一只汤匙呢 跟这个画质送给你一单纪念 谢谢 好帅哦 是不是厉害 这种现象呢 在特工的理念叫做 物质软化 比如说可以把这个硬的东西 只要弹一下手指 就会软化了 需要吗 需要吗 那我揍你 需要 对啊 不容易是不是 我听说你在日本比赛拿过奖 是不是 我是比舞台部门 韩国人日本人 他们一个一个上台彩排 是灯光 可我们台湾人不行 那时候我们就让牌啊 为什么 就不行 小日本人欠揍的 就不行 欠握 那时候我们跳 我们除了我以外 还有其他的台湾的选手 我们完全 就是受到欺负 那种心态真的是 很难过